立晴天她說 她放了一個跟陳沐的 一起去工作的照片 然後底下的人 全部都叫他們在一起 所以是現在的習慣嗎 只要是兩個帥哥照片 大家就叫他們在一起嗎 就我不知道耶 我跟陳沐PO了幾次的照片 然後底下在一起之外 現在即便是我PO自己一個人 在家吃飯的照片也會說 是陳沐幫你拍的吧 你自己吃飯 你跟小木木分手了嗎 然後你是老公還是陳沐是老公 因為你們兩個這張照片 真的感覺很相愛耶 我們感情是不錯啦 但是... 請問你們兩個拍照是誰拍 自己拍啊 對啊 是誰拍 陳沐拍 應該是陳沐啦 陳沐拍 你都下聖職了 我覺得像這樣不能很抗拒耶 你可不可以留一點活路 這個角度還有他們兩個笑的表情 就是都有一種你知道 剛開始萌芽的愛在裡面 沒有啦 但是我們剛好去試鏡完 所以心情上比較亢奮一點 而且網友真的很好玩 他們留的話是 除了叫他們在一起 或者說我看到的夫妻像之外 還有人說 我心碎了 你們兩個開心就好了 所以大家都很入戲 好 栗晴天得到的別的很多是 女性跟男性寄來裸露的照片 要跟你那個的對不對 有些女生會寄他們 比較性感的照片 你會真的認真端詳看他震不震嗎 我會看一下 OK 然後會回嗎 或是男生會傳一些 就是全身脫光光 然後用筆劍的照片給我 練劍的照片 對 然後我... 天啊 你目前收到比較多 來自女生多還是男生多 一半一半都有 OK 然後就在打架的照片 問我要不要跟他怎麼樣... 妳們跟我玩有吵架嗎 我認真回答凌晨四點 他媽妳什麼 妳要跟他吵 不是 因為 就之前可能PO一些 有可能衣服領口比較低的 然後我說一件別的事情 他們就會說 妳要說這個重點是要想要露奶吧 所以我後來有PO比較就是 領口比較低的照片 我都會放一顆星星 或一個什麼蛋糕之類遮住 然後他就會來私訊說 然後他還會自己 亂叫我的小明 叫我奶奶之類的 對 她就直接叫我奶奶 她說奶奶 妳為什麼不露奶 妳不露奶 妳還活著幹嘛 然後我就回覆她說 不好意思 我最近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穿性感的服裝 她就說 Go swimming right now 就沒有勇耶 怎麼會這樣 然後妳跟她對話到凌晨四點 對啊 因為我想說我要認真她 妳也是神經病 不是 我會想認真跟她說 我不是故意不... 就是照她的意願做事啊 所以愛妳的粉絲你反而不回 然後這種怪的 妳就要一直猛回她 可是我覺得他們有點有趣啊 然後妳聽聽看寇乃欣的吵架方法 所以寇乃欣就回了某一個 批評黃國倫的我 他是這樣 那個人是這樣說 他說我本來還喜歡妳 就是乃欣 但我知道妳跟黃國倫在一起 我就覺得妳整個掉價 就落下就對了 然後乃欣就整個啞工 他說罵我 他不會回 他說罵他自己 他說罵我老公 我一定跟他奮戰到底 我說百姓 你怎麼那麼傻 不是大家都說不要跟... 你跟網友認真就輸了嘛 但是他說 我們不可以輸給網友的認真 所以他就很認真地跟他拚了 他這個真是... 他這個就是發言方式 就完全能夠讓你腦中 活活生生地浮現他的身影 來 請說 請問你清楚黃國倫老師的人生 熟知他的作品 理解他的理念 他回好多 你看他第幾眼 我看他十年以上 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嗆什麼 我卻熟知自己 選擇托付一身的丈夫 如果我因你一時衝動的 無知無理表現 就偏見否定教育你的父母 你做何感想 是不是 他們還會吵架的 很會吵架的 吵架 對 其實乃馨的回話都沒有髒字 但是他就是用很理性 但是就是要讓他知道他錯了 然後我說 乃馨 你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他說 老公 其實我... 因為我們自從我們參加那個北京 我是演說家以後 因為有很多人比賽嘛 大家對手的粉絲就會來 有時候會來攻擊你 那我們就說有些人事情可以忍 他說 老公 我們不要什麼都忍 有些我們該說清楚還是可以說 算不算可愛 他碰到一個人寫這麼大篇 是在描述詹子晴不要愛上他 因為他一直覺得我愛他 然後叫我不要打擾到大哥 他的語氣真的很逼真耶 就是說 丫頭 有些事我就直說囉 去年開始感覺到 你是不是有點喜歡我 謝謝你的厚愛 不過目前我跟他感情恢復 正在進行中 所以他在拒絕還是另外一個人 那個他呢 就是陳琳 楊陳琳 楊陳琳 因為他一直跟我說 我在破壞他跟陳琳的感情 然後我心裡想說 他真的跟陳琳在一起嗎 然後... 然後那一段話結尾他說 其實你條件很不錯的 如果你真的遇到不錯的男生 你也可以認識看看 不要花太多時間關注在我身上 對 然後我就立刻去看我關注的人 但是我沒有關注他啊 所以他是自動出... 他自動出現在妳那邊是不是 對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我很依賴他每一天給我的私訊 因為我每天都很想看他今天寫什麼 對...會有這種期待 對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但是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回他 因為我怕我真的回了 就會真的讓他覺得我好像喜歡他 可是他知道妳有看他的東西啊 真的假的 因為你現在這樣拿出來就表示 你超投入的啊 他有高興 微博沒有吧 妳在乎他 對 微博沒有 然後有翻臉喔 他說 丫頭 你什麼意思 這個時候發那一則 我很謝謝你曾經支持我 可是你現在想怎樣 難道是傍晚留言的嗎 我是剛好看到你最接近 所以我第一則轉發的耶 之前我都會在比較後面轉發 現在是這樣的關係嗎 我又不是故意的 幹嘛在我跟他面前 講這件事的時候 轉播他的 我不爽 沒有啦 我只想問你在幹什麼 然後這樣發完皮之後 最後還會來一篇說 丫頭 前一陣子對你兇了點 不好意思 這其實滿有趣的 所以我也會很陸續想說 好像是真的的感覺 因為他寫得都太真實了 妳為什麼不好好談一個真的戀愛 我有啊 妳有 所以那時候就是我有男朋友的時候 然後他還說我祝福你 就是希望你不要再繼續愛我 他會很難過這樣 對 對 妳為什麼不把他拉黑呢 他想讀這件東西啊 他想看自己可以委屈 自己苦練到什麼地步 我想看他跟陳琳發展到什麼 對 他都寫到什麼地步 他都撥一 note 都還是在寫給妳嗎 現在比較少 因為後來我就去看他的微博 他最近好像是喜歡Hebe 那妳根本就是在關注他啊 妳還去追蹤他的事情 但是我就覺得很有趣啊 然後我就會一直就是摸摸的 不會 她想的 是 曾經 大健康 跟陳琳發 就應該要有 pinky